當年共產黨第一次武裝革命 就在我鄉下 海綠峰暴動 那時國民黨叫做海綠峰暴動 在共產黨的歷史叫做海綠峰起義 是農民起義 就由農民開始 現在海綠峰出現的問題 就是你收那些農民的地 然後你去官商勾結 你明白嗎 給你收地的一點好處都沒有 這樣來的 這個就是當年共產黨搞革命的時候 所面對的現象 你是不是很吊詭 現在很多內地人民抗爭的行動 不要說運動 因為未形成全國的結合性運動 個別零星在地區的抗議行動 九成九都跟收地有關 很多自焚 很多炸彈跟公安一起 同歸於盡等等這些行動 都跟這個收地有關 這個收地的問題 最近都是不斷延續的 你現在新界那些都是土地問題的 所以當年孫中山有智慧 因為中國人經常說有土地有財 那個土地 所有地主 最早的制度就是那些農奴 大地主跟農奴的關係 這個就是共產黨所說的 共產黨當年的革命成功 就是靠那些農民 因為那些土地 給了土豪惡霸 操控了一切 那些農民根本沒有好事 所以當年孫中山提出那個平均地權 就是一個很大的社會革命 要真的改變了土地分配的政策 所以就算當年新界革命 或者宣祝民生主義理想的時候 也特別提到平均地權 所以土地問題絕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你現在今天在中國大陸 就真是 這個歷史就真是很適開玩笑的 就是你當初賴以生存發展的 就是靠對抗土豪劣辛 打擊地產敗權 但是在今時今日 瓜柴的可能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了 就是歷史有時候 你看一下歷史很有趣的道理就是在這裡 因為你拿到權那些 透過權拿利益的 絕大部分都是透過土地 因為最直接最快 以及得益最大 因為你拿著行政管治權 就一定有負責審批土地的權 那麼這個權和利益 很多時候是直接掛勾 以及是最快最大最直接 那所以 就是你共產黨當時心退的 就是國民黨的討厭我爸 但是現時共產黨執政六十年 多年之後 就是面對現在的群眾的抗爭運動 又是因為這個收地 所以我說歷史很喜歡開玩笑的 它一定跟你重複的 是不是 你將以前的畫面 再回帶 你回帶回去 看看場景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可以是這樣的 所以我最近有一個 就是我們鄉下的朋友 他說 有人說 這個陸鋒 今次你有份在那裡 什麼 這樣也行 吹到 你知道嗎 他那些橫額好像人民力量的橫額 真的大了 他那條大橫額就是想什麼 你鄉下 你鄉下 今次這個 反極權 反獨裁 是不是 反地差霸橋運動 裡面有一些異語 傳播 好像我們 跟你有份 跟人民力量有點像 這些字句 說我有份 所以我現在大陸 怎麼能回去 大哥 是不是 最近我真的想回鄉下 老實說 我現在對著大家 我也是這樣說 我真的想去看看 我真的想回去看看 有些人是我認識的 他們認識我就一定 我真的想回去 但回去看看 可能第一個就是抓我 不是 你隨時給多個藉口 內地公安各方面 執行行動的時候 就說這幫人串連香港 又反革命力 所以你不回去 你回去害了那幫人 我真的有一點衝動 你知道 見到自己鄉下這樣 那你知道 他心情很複雜 真的想去看看 你明白嗎 真的有這樣的心態 你明白嗎 後來想清楚 真的不要濟 是不是 你令我打壓力量 一定會加重 然後竟然有人跟我說 唉 裡面都有一些異語傳播 說這件事 跟老兄可能都有一些關係 不是 這是間接思想影響 這陣子可能情治機關 共產黨的也跟著我 唉 幸好不要緊 我去了美國 哈哈 所以你看到 大舊剛才說 要講這個 所謂無理化革命 所謂人民抗爭 人民覺醒的運動 或者那個 本土民權運動 即是沒有停過的 基本上 只要你一個地方 有專制有獨裁有極權 或者有一個社會不公義的出現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要引述這個 就是馬丁路德金其中一個 很有智慧的說話 就是說 他說一個 真正和諧的社會 不是爭議的消失 而是公義的彰顯 這句說話很有智慧的 所以接著就承接下一句 就是沒有抗爭 哪有改變 這個是馬丁路德金說的 所以現在社民連繼續用 我們都不會說他 就是 沒有說過版權 這個是一個價值 這個是馬丁路德金 當年搞公民抗命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沒有抗爭 哪有改變 就是他一句說話 就是說 這個 改變不會自動到來 改變是要靠不斷的抗爭 所以我就把它濃縮了變成 因為我們八個字後 其實這個跟毛澤東的矛盾論都相似 對的 永遠是從那個階級之間 那個的對立 還有那個的發展 然後 在哲學上 就是一個思考方法 我們有一種叫做 有一種思考習慣 叫做以否定為肯定 你不去否定了現狀 不否定了建制 你不做反對派 你哪有機會去肯定呢 但是我們香港反對派 但是連這個這樣的觀念都沒有的 是不是 這個是基本辯證法來的 就是 以否定為肯定 大哥 就是等於 台灣的民進黨 他不去否定 你中華民國的政治體制 你不去否定國民黨的統治 他哪有得什麼 是不是 那個道理很簡單 但是現在香港的民主派 是很荒謬的 他不但不否定 他參與了這個小卿主選舉 他肯定 他肯定 他要肯定為肯定 不是要否定為肯定 所以這個 這個香港的民主派的思維模式 如果就在一個傳統的所謂 反對派來說 絕對荒謬轉流 我記得 何俊仁在政改的辯論上回應 說他有論述 他的論述就是講卡牟 然後卡牟什麼時候死都說錯了 卡牟一個最強的論述 就是這個荒謬 就是說生存基本是荒謬的 是不是 所以 就是自出現 Demith for Sisyphus 就是推上那個山頂 推那個大石上山 那個大石撈下來 你人生就是不斷重推那個大石 所以民主黨可能接受卡牟這個所謂 生存就是荒謬這個說法 所以他們繼續做些荒謬的事情 沒有價值了 是不是 當你那個生命 你當你就是 這個對生命的價值 定為是荒謬的時候 已經沒有了價值了 沒有了價值他們就會追求他們自己 他們有沒有真的私誠他謬 就是其中一個這樣的概念 就是人生就是荒謬的這個概念 我就不知道 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 就極為荒謬 絕對荒謬 這個就可以 這個就絕對可以肯定 就是我們虛衡整個世界形勢的發展 就是由香港 兩岸 到整個國際 你看到 當然大家 就是過去一年比較關注的 就是那個歐債的危機 對全球經濟的衝擊 這個我想到了明年 都還是未停 會出現的可能會惡化 是未停的 所以這個也都是 一些資本主義制度 就是那個崩潰 就是出現的一些骨牌效應 和一些後遺症 是吧 這個基本上就是資本主義作用 所以連串出現導致到很多資金的流動的問題 導致到內地 中國的內地的資金都出現這個壓力 那進行令到整個房地產受影響 這個影響呢 在未來這一年 就是2012年 這個算不算是資本主義作的惡 你說 就是研究 過去幾十年都是 這個資本主義的循環就是這樣 是吧 當你經濟出現某些的問題 有時是基於這個經濟的因素 或者工業的因素 加上出現的就是這個金融 金融霸權 那個金融體系出現這個問題 而導致到那個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我相信在下年 2012年 這個金融市場帶來的負面的影響 和經濟的刺激呢 就是會更加這個負面 那進而影響這個民生呢 所以接下來這一年 2012年呢 我覺得世界性的末里花革命呢 只是會加速 和會有增長的情況 那所以 香港的朋友呢 就是支持這個民主的朋友呢 我們繼續堅守回反對派的地位 反對派的位置呢 繼續去挑戰和衝擊這個制度呢 就是末里花革命 必然會在香港 這個本地開花了 那也都有些比較邊緣的 那些宗教思想呢 就認為2012年呢 就是這個世界末日 那2012年 就是我們就不會認為它是世界末日的 那但是2012年我們希望呢就是 就是 激權的末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知道我想說什麼 不是世界末日 是極權主義者的末日 包括中國大陸 極權主義者的末日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Happy New Year 拜拜 拜拜